那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去大概能够移出这个α多少,β多少嘛 那我就告诉你说,你要先猜猜A大概是多少嘛 总可以吧 这个时候的话,那个match再长大一点就可以了 好吗 这有问题吗 没有啦 我先告诉你,Systematic怎么样identifyabc啦 先跟你讲啦 那我们有什么四值分析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呢 那就要用到底下的SVD 理论上真的都有啦 因为这个跟上一张的那个slide是一样的 这个也跟上一张slide是一样,只是中间调了一个a 所以s1跟s0,什么关系呢?不一样的地方 s1跟sa只是s1中间夹一个a 这样够清楚了吗 好,接下来就是,你看数字分析有多好用啊 所以你们在学数字分析就要好好学就是这样啊 马上就有一个用到的数字分析啦 好,下来呢 那我们晓得说,已经晓得怎么 已经这些都有了,我们已经晓得怎么做了 好,所以我们要做decomposition 我们要叫做decomposition 怎么样decomposition 那我这里介绍一下,就是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你可以用其他很多decomposition 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只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方法 有QR decomposition 有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decomposition 都可以用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sbd 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因为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那就是可以马上看出 你Henkel-Matches的rack 多少 所以才会用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好,那什么样的叫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你看 因为我们s0要把它decompose 变成两个 对吧 那我们用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可以变成一二三个 不是两个 但是没关系 我们马上可以把它变成两个 P,P0 这0呢 这个P0就是代表 correspondent to 这个0 single value P sigma Q 就是sigma 这个singual value不是等于0的 好 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P sigma Q 把这个0的 通常把它删掉 因为这些0的 对我们目前来讲 这个方法并没有用够 我们等下分起例子 这个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现在从1970年代 有一个很好的数字分析 出来方法以后 那么现在用途很管 在做signal processing的人 很多也在用 在做data 我们叫做这个 叫做什么 就是data compression 所以要说资料的时候 也有人用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所以很多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这里有分成 把这样分解以后 变成三个 P sigma Q transport 但是我们要两个啊 我们不要三个啊 那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sigma 的开根号 因为sigma一定都是大于等于0 sigma一定大于0 就一定正等 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好处就是说 它的singual value 通通是正等 不会是负等 所以你可以开根号 而且都是real number 不会是complex 这个singual value decomposition 好处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sigma half 这个sigma half Qtransport 所以我们还是变成两个 因为我们h0 要把它变成两个 两个 因为我的c跟b是突然的吧 好 你们刚刚够听 各位思考一下 看你们问 那我问你啊 你们问我 我问你们啊 为什么 我这个要用 要根号根号 我会不会可以不用根号 可以 为什么可以 我为什么要根号根号 我们解释一下 大声一点 为什么要根号根号 我可以很多方法 为什么要根号根号 来 我看 我看来 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 这个是 这些都是 这些细节 都是一些细节 老师 解释一下 你们可能 我会误会 好 我说 Y is yellow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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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成 你可以寫成P sigma Q transpose,你可以寫成P sigma Q transpose,你可以寫成P sigma 3分之1, P sigma 2 Q transpose,你可以寫成、有無線多埠,好不好? 這麼吧 對不對 我哪裡只透沒有 這麼多的 你感不虛心 這麼多的我可以把它上 那我為什麼會選OV 為什麼 寶貝 還有沒有 叫你選的話,你要選哪一個 這麼多個選,你要選哪一個 老師問我,這句話老師問我就對了 要選哪一個 哪一個比較好 要選哪一個 有什麼意見沒有 你選哪一個都對 都可以 哪一個都對,哪一個都可以 公平一點的話,就是大概一點一半 聽不懂 起平一點嗎 就一個人一半一半 這個叫起平一點 大家公平 你有一半或有一半 我B也一半 C也一半 對,那個叫做Balance 選這個 選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 空不離讀量 來講 我們叫做Balance 好一點 這個是可以證明的 那就是說 我選這樣的 B,選這樣的 C的話 它的 Coloneer 是一個平衡狀況的 Coloneer 那這個 Coloneer 這個在於 控制理論上 有很多 學者 喜歡用 Balance Coloneer 來 設定它的 控制 所以我們在這裡 選一個 Hap 所以選 它又不是 不是為了方便 也不是為了這個 公平 它是有理論基礎的 它叫做Balance 但是 有很多 學者 它 不選 這樣子 很多學者 選第二個或選第三個 都有 因為 Coloneer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什麼 Property 就是 Q Transverse Q 是 identity P Transverse P 也是 identity 懂嗎 它們都是 融通 有很多 所以 假如我這邊選P的話 那麼我的C matrix 一定是 都是在E附近 它有好處 就是沒有好處 所以看人怎麼選 好 那假設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樣選的話 我們要記得 那麼我想王老師已經講過了 這個是 Sigma 1 2 這個到N 它一定會大於0 所有Sigma裡頭 它都是大於0的 它絕對不會是負的 也絕對不會是complex 但是它有可能相等於 但是 通通是大於0 一個等於0的Sigma Value 通通擠在這裡 那麽這個N 就是你A matrix的代價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通過這個Sigma Validity Composition 你就可以想到說 你的State matrix的代價多少 假設你的Data是沒有雜質 假設你的System 你的Sensor是完美的 完美的 那麼 你用System Validity 它可以導出 你的A的大小 你的Match A的大小 你的Match A的大小 A